说起大佬潘石屹,很多网友都非常熟悉,他是国内著名的房地产大佬,商界成功人士,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永远不做大多数》,他从甘肃天水一个穷乡僻壤出来,创立了SOHO中国,成了北京有名的大富豪,他的传奇经历激励了不少年轻人,很多人把他当成成功的楷模。 不过最近几年,潘石屹受到不少网友的质疑,原因之一就是他和妻子张欣给美国多所大学捐赠巨款,而且送儿子去美国留学。 据一些媒体称,老潘给美国捐款总额加起来高达6个多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潘对美国慷慨捐赠,而国内新冠状疫情期间却一毛不拔,被不少网友怒送为奸商,高大形象大大下降。 而去年因为中印边境冲突,延迟发布相关信息,潘石屹的儿子潘瑞竟然诋毁戍边战士。 儿子惹祸,作为父亲肯定是逃不了的了。 现如今,潘石屹会何去何从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1963年,潘石屹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所以,小时候,潘石屹的家庭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了全家人都能活命,父母选择把妹妹送给他人抚养,也正是那时候的贫苦生活,磨练了日后潘石屹坚毅的性格。 尽管家境贫困潦倒,但在那个高呼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韩学业,父母对孩子上学的坚持却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潘石屹以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并且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在毕业后还被分配到了国家石油部工作。 虽然这份工作被诸多人看作是铁饭碗,但打小受够了贫穷的潘石屹并没有想着一辈子止步于此。 1989年,潘石屹趁着海南开发的势头赚取了第一桶金,又及时抽身没有被海南房地产泡沫突如其来的浪头拍在沙滩上。 这样看来潘石屹的从商之路从一开始就比不少人多了一份幸运。 1992年,潘石屹跟合伙人一起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但没过两年就因发展方向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 此时的潘石屹已经有了原始的资金积累,又搭上了白富美张鑫,很快就重整旗鼓,于1995年创立了SOHO中国。 在夫妻俩同心协力下,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并在香港上市,成为了国内数一数二的地产公司。 2013年,潘石屹夫妇以181亿的财富,位列财富中国富豪榜第24位。 而就在功成名就之时,潘石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2014年,他竟然向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一共捐款6亿元。 潘石屹毕业于中国石油管道学院,和哈佛以及耶鲁几乎没有关系,功成名就之后不帮助母校也就罢了,还给哈佛捐下巨款,实在是令人费解。 被人问到捐款的原因时,他说是资助在美国求学的中国贫困学子。 然而,金星的访谈戳破了他的谎言。 金星在一次访谈节目中直言道,能够去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读书的中国人,会是穷人吗? 即便是穷人也有全额奖学金,哪里需要他来资助? 金星的话让潘石屹无话可说,对于潘石屹与张欣向哈佛捐款1亿元的事情,知名企业家曹德旺还曾直言存在的都是有道理的。 潘石屹跟他的太太都是鬼经鬼经的。 后来,我们很快看到了潘石屹的两个儿子先后入读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新闻报道,不得不说十分惹人怀疑。 可见他们夫妻二人对于海外高校的捐赠目的绝没有那么简单,因此更是再度引起争议,不得不说曹德旺的评价很有道理。 另一方面,自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共度难关。 其中,国内的许多大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捐款最多。 不过,有个别企业和企业家未捐款,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最知名的当属潘石屹夫妇。 对于外界的质疑和抨击,潘石屹和SOHO中国都保持了沉默,并未回应,也没有捐赠行动。 然而,倒是潘石屹的大儿子潘瑞看不下去了,在微博疑似力挺富气,称口罩都发不明白,还想碰我钱。 虽然后来微博已经删掉,但这番言论无疑让潘石屹陷入更大的舆论漩涡。 企业家捐不捐款属于个人自由,不能做过多道德绑架。 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发家致富离不开个人努力,但也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应该在疫情中捐款担当一个商人和社会公之应有的社会责任。 也许,我们不能批判你没有捐,但是,我们可以评判的是你的祖国需要你的时,你在何方。 至此,潘石屹花大价钱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儿子潘瑞还不知道低调,依然口无遮拦地在社交媒体上公然诋毁伟案的戍边战士。 前段时间,就有人在网上诋毁戍边战士的案例,结果大快人心,拘留加封停账号。 而潘瑞也曾经在微博上发文讽刺戍边战士,说出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结果却不一样。 潘瑞却像没事人一样,被网友发现了,也只是把发出来的不当言论删除,仅此而已。 不过,3月15日,央视新闻发布了北京海淀区警方公布对潘某的惩罚通告,虽然潘某人已经到了境外,但还是对他展开了追逃,只能说大快人心,这下他逃不了了。 不过先不说潘某是不是还能回国,光是潘石屹一家在国内就很难翻身的机会,不仅如此,就潘石屹家庭而言,似乎也只剩他一人还待在国内了。 两个儿子在海外读书后,基本上就一直在海外,而老婆张欣也早早将国籍更换成美国国籍,令人唏嘘。 而这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除了学校教学以外,家庭教育也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以爱国情怀为例,父母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育在一些富豪家庭却显得那么的稀缺。 不过,潘石屹没为过法,也没做过出格的事,他就算不想做中国人,你又能怎么办? 难不成以此为由阻碍他的自由? 走就走呗。 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起家,却践行欧美那套价值观,这更加凸显了软石力的重要。 而地产商,不过是历史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这个时代,早已不属于他们。 que里产品 感谢观看